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他们一年四季都可以活跃在人们的餐桌上 在美国 我们认为蘑菇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因为它不但营养丰富 而且也很好吃 所以我们每一次吃饭的时候都离不开它 来到中国以后 我觉得很高兴 我每天可以吃到它 今天来到高兴 听说这里的蘑菇很有名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在江苏省与安徽省交界处的高春 一山傍水的自然环境 让这里的人们早在几千年前 就开始了清耕细作的稻作生活 如今 石用菇已经代替传统农业的地位 成为了这里最具特色的物产 我们在菜市场见证了石用菇 在当地老百姓中的受欢迎程度 一车的双包菇二十分钟之内就被一抢而空 所以你们是不是一年自己吃蘑菇吗 是的 我们这里就出产这个蘑菇 我们高春是最好的蘑菇 我们这里人都喜欢吃 尽管在一千一百多年前 就有了人工栽培食用菇的记载 但人们食用的更多的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食用菇也逐渐成为了寻常百姓的家常菜 这就要归功于现代规模化的人工栽培 在高春区的故城镇 夏季来临之前的这段时间是村民们最忙碌的时间 食用菇种植大户张玉根 每天都会待在自己的孤房里八个小时 比他之前做水产生意要辛苦得多 所以这家房子是干什么的 这个是政治蘑菇的菇坟 原来我们蘑菇正在那个草坟 现在因为我们做的是反季节蘑菇 它必须要在这个砖坟里面 一个是坑文号 还有一个是我们那个光照它造不进去 好的 这几十间砖房种植的全都是双苞菇 因为其稳定的市场价格 成为当地农民这几年唯一种植的种类 食用菇不同于其他的农作物 并非种植于土壤之中 而更让人好奇的是 它们赖以生存的养分 这是干草吗 这是极干 这是什么用的 这个是蘑菇吃的呀 真的原来这是蘑菇吃的东西吗 这个就是我们就是用那个机械发酵 在给那个分解掉以后 有里面的春分的糖分 还有那个青维素 蘑菇就吃这个呀 解杆焦透之后 混上石灰进行发酵 生产菌丝 这就是食用菌最爱的食物 在自然界里 食用菌都不是单独存在的 而是和许多其他菌类生活在一起 遇到低于22摄氏度的生长环境时 才可以定值生长 双苞菇在初菇期间所需的空气湿度 更是要达到85%左右 对于种植户来说 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丝毫差错 这里种什么菇 这里是双苞苞 这里很黑 为什么没有太阳 因为那个食用菌 它就是怕阳光 种菌它必须要在暗树 它才能发芽成长 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 我跟你说的那个结感 是给苞苞吃的养分养料 已经经过发酵以后 我们那个菌整剥下去以后 它经过这个泥土 寄生上来 经过二十天的生长期 每天都能采摘一次的蘑菇 让其他蔬菜分外汗颜 张玉根十五个菇房 每年几十吨的巨大产量 也急需拓宽更大的市场 张玉根除了是种植大户之外 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 食用菌经纪人 这也是如火如荼的 食用菌产业 在构城镇催生的 一种新兴的职业 要做这个流腾环节 因为我就是说在那个 前几年做那个水厂的时候 刚好有市场的这个优利条件在这边 有这种资源在这边 我就是想到 必须要自己要走自己的市场 原来是外地人到我们这边来说 他因为那个时候 他那个价格 外地人过来 他那个利润看得很高 就是我们必须要有我们本地的经纪人 过来流腾这个环境 食用菌经纪人 不但联系到国内外的买家 打开了广阔的市场大门 还会收购其他地方的食用菌 让种植户都尝到了甜头 作为固城镇第一批种植食用菌的农民 食用菌产业 每年给张玉根带来几十万的收入 这也让更多的固城人 将目光瞄准了食用菌产业 胡永仙在城里经营着自己的服装店 一次偶然的机会 让他也打起了食用菌的主意 你什么时候开始装蘑菇 今年装蘑菇的 那么短时间 我之前是做服装的 在城里做服装的 麻兹蘑菇是我的副业 想到装蘑菇 因为我是开服装店的 因为知道胖子穿衣服不好看 所以说我一个想减肥 一个亲戚他说要减肥来装蘑菇 可以减肥 是的 我就想种蘑菇 因为种蘑菇这个减肥 它可以喷水啊 爬架子嘛 在固城镇 像胡永仙这样将食用菌种植 当作副业的人还有很多 他们采用成本相对低廉的原始草棚种植 即使用现代的标准来判断 仍然有它的科学依据 虽然传统草棚里的温度不能恒定 可谓是靠天吃饭 只能种当季的蘑菇 但对于当作副业的食用菌种植户来说 打理起来要比砖房省心不少 这个草房子跟那个砖房子 种蘑菇什么区别 其实这草房跟那个砖房都是一样的 这个房都是一样的 就是温度不一样 这个草房是草剥的吧 那个温度是随时可以升随时可以降的 那个砖房那是固定的嘛 作为副业的食用菌种植在当地逐渐兴旺 要得益于故城镇规模化的食用菌产业 因为在这里可以很容易的获得食用菌种植 所需的材料和技术 食用菌在带给食客们口服的同时 也为故城的人们带来了富足的生活 虽然在十几年间 故城人对食用菌产业还是一无所知 传统农业为主的故城镇 为何在十多年前不惜血本地打造食用菌产业 现代工厂化的食用菌种植究竟有什么特点 故城人又是如何将食用菌的营养和鲜美保存下来 销往世界各地 接下来农市江南系列继续跟随美国主持人交易的脚步 探寻食用菌的秘密 老一辈的故城镇居民习惯于传统农业的耕作 他们对当初食用菌产业的发展记忆犹新 每天的这个时候 九龙村的罗坤银书记都会来工厂走走看看 对于他来说 当初食用菌产业的引进可以说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进程的时候啊 我们这个人民太苦了 就是集体收入不足一万块 人均收入不足八百块 通过2000年开始 做了五个大盆 做了试验 试验得很成功 我们食用菌就是一抹三分地 能赚到两到三万 它是白白的成长 现代科技的厂房可以在每个时节让人们都吃上食用菌 故城镇的工厂培育出诸如杏鲍菇 茶树菇 金针菇和海鲜菇的多种食用菌种类 如今 食用菌像幸福的花儿一样 在农民的新田遍地绽放 在罗树菇的眼中 他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茁壮成长 这是什么菇 这是杏鲍菇 空调很温的 它的温度 达到七到八度 不能低五度 更长化也是现代化 工人操作很方便 我们所有的营养料都放在这个包里面了 我们这个菇一天能长两到三公分 这个是四四厘米 我们明天过来看 好吧 你看是不是三公分 三公分多 真的讲三公分 食用菌这样的生长速度 得益于现代化设备的帮助 在高德春看来 从食用菌营养料的均衡搭配开始 每一步都是现代科技的结晶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我们的菌包 我们的菌包的话就是把各种各样的营养料 把它按一定的配比 配比好了 然后把它打成包 后面再接菌 他们现在做的就是这个 我们再测迁 这是第一步 这是我们工厂化食用菌栽培的第一步 食用菌营养料是经过无数次的实验证明而调配出来的 混合了葡萄糖 淀粉和鲜维素等养分的 最适宜的蘑菇大餐 经过三个小时的高温滅菌 菌包即将进行接种 附着在小麦结杆上的菌种 经过消毒之后 将在菌包中开始他们的成长历程 他在干什么 他在接菌 我们刚才那个高温滅菌玩的菌包 现在有揭露菌种 我可以试一试吗 好的 可以做这个吗 是 然后放开这里 揭露菌种 然后盖上 当食用菌种静静地在营养包中沉睡的时候 温度湿度的控制就是为他们创造最好的生长环境 而每个菌种所需的条件各不相同 年纪轻轻的盐美菌已经从事这行五年的时间了 他每天都在这里调控所有厂房的环境设置 我们杏鲍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温度 湿度 还有一个爱氧化碳 现在是温度是多少 湿度多少度在这里 显示在这里一样 如果温度偏高的话 也不行 偏低也不行 湿度偏高也不行 这是什么东西 这就是杏鲍菌刚长出来的样子 现在这个有些偏干了嘛 我们要加湿 但是加水不能直接喷在上面 喷在上面会烂掉 喷在地板上 像我们的地板上喷一下就行 在现代化流水线上 食用菌这种古老的食物 呈现出与传统方式不一样的生命力 批量化的生产反映出人们的需求 在越来越多讲究营养和健康的食谱上 各种食用菌已经成为了主菜 八几年九几年的时候 我们在市场上 老百姓对着估计还是不认识 所以我们双方我们 我们会建设好像七亿年开始 我们拉到残召 最多一个残召市场的买到 大概几千斤几百斤 到2005年的时候 我们过来的时候 那时候一个残召市场 就销量了几十多 这个东西一个是没有残留 没有其他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又是丑屋井做了 氨基酸也高啊 那个蛋白也高啊 就这样子了 所以说人家吃了就觉得好吃 或者像那个胡萝卜什么东西 都是对消化了 人家消化也好 就是那个小孩子的吃这个金针菇啊 对那个大浪瓶营养也是激烈也是好 在蛋白质的提供上 食用菌或许是唯一能够抗衡肉类的植物性食材 对于素食者来说 这相当完美 罐头的发明不但让食用菌的鲜美和营养得以保存 更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能分享 这样的一盒罐头十个小时之后就能出现在欧洲的超市中 食用菌不利于保鲜 把它买回家以后过几天就会干燥枯萎 但是我们做成罐头以后可以增加它的保鲜程度 在一定的时间内可以运到世界各地 然后食用菌罐头的便宜值调的和人体接近 适合人们的口感 再加上营养丰富比较适宜人体食用 时至今日 这些通过科技手段被时间二次制造出来的食用菌 依然影响着人们的日常饮食 而对于淳朴的顾城镇的人们来说 食用菌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更是被保存在岁月之中的一段奋斗史的记忆 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我们这个顾城镇呢 整个食用菌呢 就是主要是分了两个方面 就是一个呢 就是这个双包蘑菇这一块 这一块呢 我们主要是老百姓自己镇的 这个呢 有两千万平方尺的这个规模 第二个呢 是那个就是中西菇这一块 中西菇呢 主要就是这个心薄菇 这个茶树菇 金针菇 锈针菇 这个卸尾菇 这几种品种呢 现在的规模 增值量呢 已经达到了这个两千万代 整个全镇的这个食用菌的这个产值呢 已经超过了两个亿 食用菌这样的新兴农业 为人们带来了经济的富足 带来了新的认知 也带来了思想的改变 在有传统农业的转变中 更孕育了固成人 开拓创新的智慧 呈现着他们精彩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